高客工艺极为复杂 局部呢也是采用了金丝楠木 蛇纹 闪电纹 黄花灵等非常珍贵的木材 工艺非常精美 气质非凡 而且呢 这个在前置的部分呢 也是提高了一个 这样一个追踪的一个设计啊 更适合咱们中式的 这样一个球台来发挥它的准度 所以这三款球杆呢 是三位球员制胜的一个法宝 好 请出了他们三位持有的神秘位置之后呢 就邀请到三位本尊来一次入场了 好正好 首先我们准备好掌声 送给来自于黑龙江的名将 我们全国冠军 蒙凡宇有请 哈喽小语啊 咱们 蒙凡宇呢 其实在之前的内台赛当中 我知道也是有关注过 给日本期待自己的一个出场 那么在这一次比赛当中 尤其面对自己的这个挑战 啊挑战的另一方 类伎王大方啊 也是自己的好朋友 也是自己的小师弟啊 在这样一个队友的过程当中 就是怎么样来调整自己的形态和状态 首先变穿着啊 更是感情 比赛就是比赛 我会全力以赴 那感觉自己啊 来到成都之后 包括这张球台这样一个场地 自己的这种状态 能达到自己这个最好水平的百分之多少 99% 哇 很有自信啊 99%的状态 希望你在场上 有一个更好的发挥 那刚才提到你使用的这款 突起球杆啊 也是使用了一段时间的啊 能不能够我们谈一下 就用这款自己的一个感受 主要是 反正我是九九哥 主要是前置 主要前置在赛的时候 这个让点 主要是我能整容的 可以 整体还是不错的 从这个后把后把的一些硬度啊 前置的硬度还是可以的 宫白宇当然知道 非常擅长加赛啊 有的时候身体也跟着加点赛 好 那一种木牌也在比赛上有好的发挥 请你救赎 好 那么现在让我们有请第二位的挑战者 同样是来自于黑龙江的色问选手 让我们有请李延 请 欢迎李延啊 让大家知道这一个非常出色的一个色问选手啊 从这个个头的话就能看出来啊 在风和这个打球台上 非常有一个非常好的发挥啊 那么再来到一个小球台上啊 看看李延今天就是说 呃 之前也是有转战的试验下场地和球台啊 感觉自己的状态怎么样 很好吧 因为 对我来说 满足队是一种早餐 然后 我 不想要 大家知道我们的李延 有比较少的次数来参加一些中式球台的比赛啊 但是之前有没有参加过90的比赛啊 没有 那就是真的两点 不错 不错 没有你的规则 好 不错 比赛 怎么不错 那这次比赛呢 希望你是初出毛胧不怕 虽然两位牛是在中式球台上 是叱咤功赢很多年了啊 希望你有更好的发挥 让我们欢迎浑山比赛的类似来自于中国类似的王拉丑 有请 他说也是一个抖泳啊 那个之前在 我问他选择什么样一个出场音乐 就选择了这首抖音一首非常火的一个音乐啊 我问他说平时也是一个比较时尚的一个小帅哥啊 呃 93年出生已经当爸了 这个我想问他说 在当爸了之后 和之前 对你这个职业性啊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有变化啊 因为有压力啊 因为你想让自己的态度做一个更好的生活 所以打球会更努力 大概说这样 你跟他也会更努力的练球啊 那么这次比赛作为类伍啊 我当时要觉得之前能搞啊 包括比赛前一天也就来 赛场来 训练和试赢啊 感觉这张球台和这个场地 有什么样 就跟之前的比赛场地有什么样一样的地方 因为这次比赛 是在那个宝马赛场 然后这个氛围啊 然后我感觉挺好 包括这个球台 他配上那个球非常满 那就是说这个 咱们可能球迷会经常 是比较强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戴口 那上次啊 包括这出台的速度啊 不然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这次的戴口比上次的小 上次的比较小一点 这次戴口比较小 可能对打大金来说 更有难度一些啊 对啊 因为戴口比以前小的 然后就球的比赛还是出球什么关键 这二位如果球重跑 那底线就会 大家知道我们大双上一次打出了 十四竿的一个 十破天竞的打击数量啊 也是创造了咱们这个 内海赛期间为止的最高的记录 只是希望 大双能够在这次 比赛当中有更好的发挥啊 突破这个手段 好 大双也是就位 好的 接下来的重要节目 比赛同样邀请到我们 非常公允的裁判员 让我们有请 国家一级裁判员 今天刘超为新的国家比赛台王阳登场 好 非常欢迎两位裁判 那么此刻 请我们的所有的球员 国特 观众少数的准备 留下两位裁判 就位执法 比赛 开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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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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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 là stat 特尔利 为中式台球而生 打完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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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